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3月14日,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今天的焦点对决来自于勇士主场对阵太阳 本赛季勇士主场战绩为28胜7负 各场战绩只有可怜的7胜26负 上一场面对熊路,库里莫接加加士赌卡22分带队终于硬球 勇士此前35胜33负,排名西部第六 太阳此前战绩为37胜30负,排名西部第四 杜兰特此前遭遇脚踝伤势 常规赛即便能回归,也要到4月份了 太阳想冲击西部第二的位置,压力都交给了不可加保罗加艾顿 而勇士方面则迎来利好消息 随对记者确认,佩顿已经开始进行各种投篮训练 勇士将在10天后对齐进行评估 佩顿有望在常规赛末段付出 今天的对决,两队都输不起 特别是勇士,身后的森林郎虎视眈眈 而大部队胡人也追了上来 用库里的话说,他们不希望再继续犯错 所有人都要承担起球队责任 勇士摆出的首发阵容为 库里加克莱加帝文森佐加追梦格林加卢尼 太阳的首发阵容为 保罗加布克加奥克基加克雷格加艾顿 两队阵容都不高 而开具勇士就火力全开 克莱开场就命中三分球 帝文森佐顶着保罗完成上篮 库里的追身三分也中 加上克莱的上篮和绕眼铺三分球 勇士打出13-4的高潮 太阳明显打得很着急 保罗尝试超远三分不中 克雷格更是投出三不战 太阳这边只有布克和奥克基在勉强给出回应 库里上篮完成二加一后 克莱连续两季三分球 太阳主帅蒙蒂也非常不满球队外线防守 保罗绕挡拆有些吃力 追不上人 后半段达米安利和艾顿帮助太阳止血 克莱连续上篮命中 杰迈克尔格林的三分球再度打停太阳 杰莫库里连续命中三分球 加上目的和杰迈克尔格林的得分 勇士已经将分叉拉开到25分 布克和佩恩帮助太阳止血 第一剑勇士43-21太阳 库里和克莱合集轰下30分 第二剑出段 太阳替补补依靠罗斯和比勇博在追分 但克莱的三分球还在继续 而且越来越不讲道理 几件飘逸被对手封到脸上 照进不误 就连老将伊哥达拉都秀了一波被身扣篮 勇士明显气势起来了 布尔的三分球再度打停太阳 中盾开始 布克和埃顿连续上分 不过库里上篮2加1和克莱的三分球 才打击太阳了 太阳确实已经防到位了 接末布克不断冲击篮下缩小分叉 迪文森佐和克莱两季三分球回应 半场结束时 勇士75-58领先太阳 克莱半场轰下33分 库里15分 太阳这边布克17分 艾顿10分 保罗6分9主攻 克莱胜压第五次做到半场投进8季三分球 超越库里和利拉德 成为NBA历史第一人 下半场开打后 艾顿和布克连续7分 勇士进攻效率有些下滑 太阳放掉勇士其他人 全力围堵克莱和库里 暂停回来艾顿继续得分 太阳追到只差8分 关键时刻 迪文森佐大空为三分球命中 中段布克顶着四次犯规连砍7分 库里挑走打进 奥科技连拿5分 分叉追到只差3分 杰摩库里两发全中 普尔轰进3分球 一哥打辣的2加1 勇士再度打出小高潮 三节打完 勇士98-88领先太阳 第四节决战 普尔上篮继续扩大分叉 中段两队陷入拉锯战 克莱和追梦戈林连续上篮命中 普尔命中3分球 太阳依靠艾顿和保罗追分 迪文森佐的报寇 普尔的3分球加上篮2加1 勇士瞬间拉开16分分叉 此后太阳缴械投降 比赛提前进入垃圾时间 最终勇士123比112完胜太阳 勇士迎来两连胜 太阳遭遇两连败 本场比赛 今天最大的功臣还是汤普森和库里 其中汤普森上半场大爆发 半场砍下了33分 魏勇士奠定了基调 虽然下半场没什么发挥 毕竟被偶的发挥也不差 最终汤普森获得了23中14 砍下了38分 只要汤普森找到一个不错的状态 他就可以一个人影响全局 同时库里的发挥也不错 他全场13中7获得23加7加5的数据 这样的效率确实可以 只是在领先之后 库里成为了一大麻烦 一直都在无球跑位 也没有自己拿球打 这是让人遗憾的一个结果 而且犯规还有点多 信号整体的发挥依然没什么问题 反正今天库里也就打了33分钟 球队还赢球了 获得了足够的休息 同时在第三届太阳破尽比分的情况下 伊格达拉和普尔成为了起兵 特别是对于伊格达拉来说 在第三届最后几分钟 他连续得到5分 帮助球队拉开优势 还有就是普尔 球队进攻端无法持续得分的情况下 他也站出来了 而比赛真正的转折点是第四节决胜时刻 霍尔的三分球和突破赏篮 离达弓 除此之外 其他几个球员的发挥也都不错 迪文勤佐和格林全部都在攻守两端机遇贡献 特别是迪文勤佐 各个方面都有他 努民六中四获得9加10加5的数据 依然稳住内线 而且贾格林在获得机会的情况下 也都可以打进 虽然这几个人没有完成大爆发 不过他们在球场上展现出来的价值还是可以的 是球队取胜的一块拼图 其实纵观全场比赛 科尔的调整能力很到位 本场比赛除了三巨头稳定发挥外 科尔做出了三方面调整 这也是大胜太阳队的组成因素 第一 继续大阵容策略 将普尔按在替补席 当科尔摆出大阵容的时候 球队自然就没有太多担心的地方 攻防两端质量很高 第二 给穆迪足够多的细分 穆迪前一段时间弹出轮换 不过最近科尔重新启用 穆迪本场比赛抓住了机会 在有限的时间做到了最大的贡献 有时候就是这样 新秀要抓住机会 否则教练也就没有办法 第三 中用贾麦科尔格林 J格林怎么说也是一位老将 比赛打到当下这个阶段 自然不用说 他已经将状态培养起来了 这场比赛J格林拿到了9分7篮板 还是相当的关键 第四 太阳在启示的三节 科尔调整防守策略 以及摆出速度更快的阵容 稳住了球队节奏 无论怎么说 科尔本场比赛的调整 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 从赛前安排到比赛中临场变化 大家都知道 勇士在短时间内能打出超强进攻水准 这是基于库里和汤普森的得分爆发力 为啥勇士第一节就打花太阳 就是因为汤普森和库里打顺了 但太阳队措手不及 全场比赛库里拿到23分 汤普森拿到38分 这两人进攻顺畅的时候 其余球员也就能做到锦上添化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本场比赛的普尔也没有犯多少错误 对自己控制的很到位 普尔全场比赛拿到20分6主攻 是最近他打替补以来最好的一场比赛 勇士比赛特征就是如此鲜明 但总体来说是基于三巨头来做变化 维金斯短时间内无法回归 这是可以预见的事情 不过科尔找到了没有维金斯时 两套最强阵容 第一套是固定的首发搭配 第二套则是双后卫加三前锋 科尔则是边境场上变化来派出不同的组合 这场比赛就印证了这一点 库里一直在等这样的比赛节奏 今天终于等到了 而且是在强队太阳队身上 只可惜杜兰特没有上场 太阳队不是完全体的状态 勇士赢下本场比赛后 细部排名也就上升到了第五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 勇士还有望冲击第四 毕竟现在只有1.5个胜场差 除了比赛之外 今天美妹The Athletic的弯曲主编 Tin Kawakami在社交媒体上 与球迷进行互动 在互动的过程中 他透露了追梦格林与乔丹普尔金夏的动向 一位球迷表示 他认为勇士队将会在金夏送走普尔 对此Tim Kawakami表示道 勇士今年休赛期的所有操作 包括普尔的未来 都将取决于追梦的操作 这句话也就意味着普尔现在已经失去了刘队主动权 他下赛季在哪里打球主要取决于追梦金夏 能否跟勇士完成续约 追梦的合同要到2024年的夏天才会到期 不过今年休赛期他将会拥有球员选项 即使他将可以选择跳出合同失水自由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 俄雷夏赛季的年薪高达2759万美元 现在呢他如果想重签一份合同 年薪大概率不会超过这个数字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 如今33岁的追梦格林或许更想要一份长月 也就是养老合同 年薪低于2759万也没关系 年薪显然更重要 根据Heavy记者Sean Davini带来的最新消息 一位匿名的西部高管告诉他 如果追梦金夏选择离队 那么勇士有意赢回自己的旧江哈里森巴恩斯 这位高管如是说道 勇士试图用一份较小的中产合同签人 花更少的钱 他们会欢迎巴恩斯回归 如果他愿意拿比市场价少得多的钱 在勇士打球的话 虽然他无法取代追梦 但他至少可以填补空缺 本赛季开始至今 巴恩斯场均可以得到15.1分4.7篮板1.6助攻 后来命中率为47.6% 三分命中率为36.9% 勇一说一 勇士用中产签下巴恩斯的概率微乎其微 这相当于让他降薪一半 要知道他现在正处于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期30岁 又怎么可能会放弃这个赚钱的大好机会呢 但是话又说回来 现在真的非常不看好普尔的未来 勇士还不如送走普尔 然后跟追梦签下一分平均年薪在1500到2000万左右的新合同 如此一来他们就有足够的薪资空间迎回巴恩斯 试想一下 库利加汤神加魏金斯加巴恩斯加格林 这套阵容的威力如何 喝 喝 服务资空间